你好 你好 又回到你 今天继续我们的题目 就是谈关系 不过我们今天的焦点 会是讲回自己的关系 上集做完很开心 因为很多朋友都留言 其中一个朋友就说 很好啊,原来我没有这样去看过 自己的家庭关系的 关系这个题目 很少人去讲的 尤其是一些家庭的关系 但是这篇篇家庭关系呢 我们原生家庭 那个,我们其实收了很多东西的 很多份礼物是我们原生家庭的 不论那些礼物 开头看似不是那些礼物 其实在最后 都是协助我们去承受我们的 所以啦,今天啦,苏亚回来 跟我们继续聊天啦 因为上次答应了大家去讲一些 深化一点的部分,协助大家去看多一点 在关系里面 嗯,我觉得很好的 因为刚刚7月6日 那我们 Gene Case 今年Revisit 2024的第二课 第二课我们都 Richard Azul 你当年都有一齐去 罗马尼亚的 威尼斯 那个 那天有个同学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威尼斯都是关于关系的 那当然我们 我们整个人 他们都是想探索这件事 那 包括和爸爸妈妈的关系 和伴侶的关系 之外 其中一同学问 他说 那和自己的关系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问得太好了 是的 因为去年 If可能也有印象 我们在 八月 在丹文区 有机会见一位 他们比较知心的老师 Esperado 也有碰过这个问题 Exactly 就是 所有人的关系 其实就是和自己的关系 那我觉得今天就可以真是 深化这个部分去 就是 怎样借助 就是 关系的面镜 我们经常都说 是的 特别是最靠近的面镜 一定是 跟你同住那几个 最亲密的之余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 那面镜就是你外面周遭的东西 如果令到你不舒服的话 一定是你里面有东西 其实都是你照出来的 荣家经常说的 就是在荣家心理学里面 是的 偷射 所以在关系的场域里面 真的要很自知地去看自己 外面真的没有人 因为我最近看了很多不同的老师 外国老师 其中也看到一篇 但我已经不记得了哪个老师 就是sorry 这段时间 国老的东西不是能处理得很多 但是他有说的就是 其实 所有的事情的发生 其实都是来服务你 就是协助你里面 去和解一些需要和解的东西 去学习一些 我们要经历的课题 其实最终 其实是不关外面的人事的 你设给我的那篇是吗 台湾的老师 台湾的老师 因为很多时候 在关系里面 那些人误会了他 因为他我 怎样怎样 但是很多这些旧的模式 因为以前也是 就是说关系是说两个人的 没有人说关系 是说一个人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是要把 那个放大镜 再缩小一点 去回一个人的关系 如何借助一些外在我们看到的东西 甚至一些 在关系里面 我常常会有很多模式 就是一些模式 一些模式 还有一些我们叫Archetype 即是能量的模型 圆形 圆形 究竟我们怎样去 更多觉察 今天就是 我邀请Sue 说多一点 男女性的能量的分别 即是他在你做家族系列里面 究竟你会见到一些什么的个案 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知道你刚刚做了一个 女性男女工作方案 你也可以和我们说一下 其实在女性能量里面的领域 首先说女性 不只是只是女人 就算Seven也有男女性能量 也有这个陰性能量 每个人都有的 不只是我 每个人都有的 每个人都有两边 那就是陰阳失调 就是一个最传统的说法 就是陰阳失调 是的 想邀请阿蘇说多一点 有关于 女性能量 陰性能量 健康和不健康的状态 好 即是女性能量的话 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份的滋养 就像大地妈妈一样 它是要滋养 滋养生命 所以作为妈妈的话 或者是女性的能量 它最需要 就是想想它在肚子里面 去引育一个寶寶 没有变得有 而令到它可以健康成长 出生 所以其实这个滋养 包容度 其实是很大 那份是那个温柔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温柔 这一件事 我们会有一个定义 就是温柔 就是我要很小声说话 我是不是要 像林志玲那样 那些真的叫温柔 但是其实不是的 那个柔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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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事情令到我们 如果我们要这样去 show我们的女性能量出来 就好像我很弱 我很弱 是不是就是 我是需要被帮助 或者是这样的话 我会很脆弱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 把那个女性能量 我们就会 就是收拾了它 然后就出现了 好像一个女战神的形象 出来 是去 就是好像是要去捍卫一些东西 但是其实我们没有 是需要去捍卫 就是那个女性的 温柔的力量 其实都可以 是一个strength 都是一个力量 温柔绝对 不是 令到我们觉得 我们脆弱 或者是觉得我们很无力 嗯 我突然想起 Aura Soma有两个颜色 就是都很代表 就是协助大家去 图像化 視觉化 究竟女性能量的感觉 是什么感觉 第一个就是粉红色 嗯 因为最近多了很多 一些client 去work with Aura Soma 就是抗拒粉红色 狠狠狠狠 但是终于真的要开粉红色 然后开完之后 我发觉原来不是那件事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 那个爱 温柔 那个力量 其实很多标签 这些都是社会加进去 我们成长的时候 加进去的一些标签 粉红色代表什么呢 粉红色代表 爱 第一件事就是 粉红色是很甜 很温的 第三件事就是 说自我接纳 所以我想一个很健康的 女性力量 是应该很懂得滋养自己的 甚至是很懂得 包容和接纳自己的 嗯 我说的那种包容和接纳自己 就是接纳自己所有 对 未做到的事 又接纳 对吧 包括过去一些发生的事 都接纳 就是那个也是一个 陰性的力量 还有是 要对自己温柔 就是很多时候 人们想温柔 我要对人温柔 就是大家想就是 我要温柔 我要对人温柔 但是没有人第一时间 就会想到 我要对自己温柔 还有那个感情 是的 就是那个慈悲 就是我们的慈悲 其实要先给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将这个慈悲 我们在对方身上 我们会很容易很慈悲 但到了自己的时候 就很厉害 对自己有很多批判 很多事情不认同 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但其实当我们是这样 对自己有这么多批判 其实根本就令到我们是没有力量 也都令到那个女性的能量 它不可以是很随意地去展现出来 嗯 你讲到这个点子呢 我会想起 因为你刚刚提到慈悲 嗯 回到你们两个的数字 25 接纳 就是我觉得那个慈悲 是先由一个 接纳的部分开始 嗯 我想就是两位 在这么多年做很多不同的咨询个案的时候 都会 听得到 哦 因为爸爸妈妈妈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或者是原生家庭的一些 我会叫做设定 是的 会令到 阿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 我要达标 我做不到某个标准 做不到爸爸妈妈的某个期望 可能其实爸爸妈妈未必有期望 但是他可能自己会设定一些期望 当我达不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做不到那样东西 那我就不值得去接纳自己 或者会批判自己 嗯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是 Eva就是粉红色 我可不可以显示个视线的 哦 可以 OK 一刚刚你讲的时候 那我上网 回到2018年 6月22 是的 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又在你两位的背景 包括我的背景 是啊 你也是啊 你也有 我两边也有的 我两边也有的 照顾我的人先 照顾我旁边的人先 但是那些人不会第一下 我要先照顾自己身体 就是我成熟的女性能量 是很懂得多方面的照顾的 包括照顾自己身体 包括照顾自己的情绪 能量管理 照顾自己的休息 吃好些 就是这些都是照顾的一种 就是成熟的女性能量 应该是包含了照顾的 但是那个照顾是先有 我照顾了自己 OK了 我里面满了 那我有多了 我就分享出去 这个点我想问阿苏了 因为呢 无论你也好 麻你也好 无论他也好 我知道你们都是 我们叫pest owner 或者是pest lover 你们好一点 无懈 那 一来一来一来 你两个在聊的时候 我反而一 女性能量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为什么 我的脑已经闪了 去照顾自己的子女 那都有心力的 等于我 作为爸爸 其实都是小孩子 他们叫牧鞋而已 但是就是那份的温柔 即是我的脑很严重 不会说喂 吃啦 就是你不会把东西放进去 你吃 你一定是那个 很抑制 很滋养 很高 或者正常任何人 就算我们不是pest owner 我们跟动物相处的时候 跟狗狗相处的时候 跟他玩的时候 其实都是那份的 温柔的能量 但我要问实际情况 不论你自己也好 你的客人也好 就看Eva 要先照顾自己 有没有试过 你自己玩 你看到那些客人 去付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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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已经叫做干了糖了 都是多的事 因为他来到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尤其是如果他们的小朋友 出现了状况 他们是会很想去处理 那小朋友的问题 当然他有这个的关系 我们会跟他谈了 那个小朋友的状况 有什么可以处理 但是对最终 其实小朋友有什么有问题 一定是跟原生家庭 和父母有关 那当然 如果你见到的客人 其实他自己 一定是会 带入父母之其中一位 他一定要去看回他自己 但是很多时候 他就是一直 就是他要去解决了 因为那个问题太大了 那所以他一天 解决不了那个问题 他好像都 不是觉得要去照顾他自己 或者要去看回他自己 那所以这个是 其实 但是当我们再去看回他 很多时候就是 亲密关系出现了问题 啊 ok 是的 那小朋友内在 其实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因为小朋友很害怕的 就是很害怕 父母他们会不会分开 会不会离开 所以他们会牺牲他自己 有时他们会透过一些行为的问题 或者是透过他们生病 就是希望 父母他们可能之前的关系紧张 不和大家聊天 或者没有什么交流 但是如果有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要联盟了 他们就要去 一起去面对处理了 那所以很多时候 有时候小朋友 他出现了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他是很想父母去和解 嗯 嗯 但是如果父母听不到 看不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一直在靠 那个根本都不是 那个核心的议题 或者是那个核心 影响着整个家庭的动作 我觉得整个焦点都会摆错 嗯 那如果听你这么说 你有没有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这样 我知道你不少的 就是学生 或者学生 会有参与过你举办的 女性男人工作坊 那我估计一下 我不知道要问你 那就是说 可不可以改变个焦点 或者我们先资养自己 先 我们先照顾自己 我们先照顾自己 我们里面那个 那个心论 或者 满满的爱 然后就会令到他们 反而之后再处理 可能小朋友的问题 迎人而言 有没有这些类似的 dynamics 这个dynamics就是 很多时候 就是他们的成长 比如妈妈 她的成长 其实她感受不了爱 而我们会再推上去看的时候 就是排列 我们会看好几多 就发现 原来婆婆她都得不到爱 所以婆婆也不知道爱是什么 所以在成长里面 那两个爸爸妈妈的角色 她们都不知道爱是什么 所以到她下一代的时候 她卡住了 因为她都不知道爱是如何 她已经用她 尽量 她觉得那些叫做爱 的方式 是去表达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爱其实是一个being 是真的你要去感受到 你才可以呈现的 不然就是妈妈觉得你冷的 那种爱 就是那个爱是硬生生 或者未必是对方真的需要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就要去做的 就是要让爱去流动 才在她家里面 因为我当时就要盲目了 大家都不知道爱是什么 我想说 我有一个代表 代表爱也好 她来到那个场面 她都要周围看 其实谁最需要我呢 她要走过去 要她抱着 那个最需要被爱的 那个人物 让她感受到被滋养 原来爱是这样的 原来我是保护的 或者我后面的祖师 她们跟我连结的时候 那些爱 原来是这样的 很澎湃的 整条脚骨都暖了 她已经 我知道了 原来那些是叫爱 她就可以搭电 就搭回去 给下面 给自己 当然 是透过自己 再给她的伴侣 给她的子女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一些的糾纏 或者是 那个成长里面 那个爱缺失了 或者当然 有时候 尤其是有些亲人 跟生死离合也有关 如果他们 是面对很多的死亡的时候 很痛 很伤心 那其实心封闭了 就算她成长很多爱也好 她封闭了 爱进不了的时候 那其实爱也是被弹走 那爱也是流动不了 那听你这么说 刚才你说的 冰封了她的心 就是一个 失衡了的女性能量 因为正常女性能量 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个关爱 那个tenderness 那个温柔 那个滋养 其实是令到爱流动的 即是在自己里面 在自己里面 在跟伴侣 在跟自己人类的小朋友 玩无懈 就是都是小朋友 就是可以这样流动的 但是当里面 可能曾经有些经历里面 叫做所谓受了伤 所谓受了伤 是的 那就删了 原来爸爸没有什么不疼我的 好的 那我删了 那这些东西就不可以 通过去学历 或者下个世代 但是听你说 就可以追完索 猜到几代 原来 模式都是这样 所以 看看哪里 失衡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位置 去理讯 那我听到 如果这样说 即是女性能量 你要问一下两位女性 那一定会包括到 一种我们叫做 reconnection 连结也是一种 音性能量 因为音性能量是向内的嘛 连结也是一个向内的process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样 但是在连结之前 首先要做到的一件事 就是聆听 音性能量 另一件事 就是可以很安静的去聆听 可以很 保持空间 但是保持空间 不是给外面 不是给外面 是聆听自己 包括聆听自己 自己里面不舒服的地方 是 聆听自己里面 身体给一些信号 可能 哎呀 心脑很紧 哎呀 颗很痛 我们有些客户 就会很清晰的 就已经分到 哦 我左边痛 其实可能跟一些 陰性能量的放体有关 右边就是跟一些 阳性能量的放体有关 那我们当我们聆听的时间 那是 连结之前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有个 愿意 去聆听 所以聆听 和连结 都是一个健康 健康 平衡 陰性能量 的连向 又对了 因为你这样说 我想起 其中一个健康的 女性能量的特质 就是直觉力 是的 我想这件事 无论是苏 或者你自己也感受过 就是 例如 你认识 认识 很直觉 感受到 当下有什么需要 那苏 你去照顾 你的儿子的时间 你会很 知道 这一刻 所谓我们什么 透人生性 就当妈妈 可能在上班 但不知道 隐约感受到 可能 儿子或者女儿 在家里 有些不妥当 有个 我又打起她 或者其他 但那件事 其实不关你 突然间 有个大陆感受到 我有些要支持她 支援她 听她说话 等等 这个都是 以我所知 是part of femininity energy 如果我们 回到头脑 一点点 为什么人的脑 没有设计 左右脑 因为左脑 就是理性 就是偏向我们的 男性能量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 但右脑 就是这些感受 直觉 空间感 这个我觉得是 我们人类这种 身体的配置 就是男女的能量 就是男女的能量 你刚才说起毛鞋 我想说回 其实 我们小时候 很多时候 对于父母 他们有些期望 他们都会觉得 你要读书 或者做些什么 我就会奖赖你 有些有条件的 这个爱是有条件的 但是毛鞋呢 反过来 我们对着毛鞋 好像是我们是 一个照顾者 我们在招待着 但是同时 其实毛鞋本身 它的存在 其实就是爱 就是宇宙 无条件的大爱 即是你回到家 你晚了 也好 但他也是 在门口等你 不论你 之前你罵过他 不理他 不理他 但是他的爱 都会永远是在 就是 那个 其实 有时 仰毛鞋的话 他也是我们的充电器 来的 是我们的心的充电器 就是把爱 很快叉 一抱着他的时候 那些爱 就在 就在 这个也很重要 阿苏 你刚才说了 因为有些朋友的成长经历 这个环境 的确可能 在 那个 设定 他选了 当然是 来人生之前 他立即要出生 他说 你说了我 你说了我 你好 那样 小Moffi 刚才说 很重要 是 如果假若在生命里 没有连结过 这些部分 或者 成长是真的很缺乏 这件事情 透过和毛鞋相处 当然是真的想 不是想 因为用他 来去 服务自己 而是真的想 透过和他的互动 去 学懂 爱 或者照顾 滋养 是什么一回事 我觉得很好的 就是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们可以协助 我们自己去 感受 就是 我去爱对方之余 对方又会爱我 协助 那个爱的流动 的产生 那另一个 如果不是毛鞋 因为有些朋友 可能真的有些敏感 其实不是很适合 就是养毛鞋 那我另一样 我便会建议大家 不如去连结大自然 大自然 大自然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妈妈 就是我们人类 就是我们人类 就是我常常都会做 参悔 参悔 是向大自然参悔 你想想 我们人类 我们作为地球妈妈的子女 哇 用他都用得很尽的 真的很尽的 就是 乌尔妈 就是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在做些什么 吃完东西都不收拾碗 然后把垃圾在家里 把我的衣服 噢 骚髒衣扔在地 就是我们现在 对地球妈妈做的行为 但是他 反过来做什么呢 继续生了很多树 给我们 让我们不舒服的时间 可以去找一下 然后又生了很多 很漂亮的花 给我们 让我们的小孩 要保持开心 是的 还要做些什么 他无条件 生了很多农座物 当然 现在有很多农夫 我们也要很感应 就是他无条件 生很多農作物或植物 你幹什麼 都是滋養協助我們的平衡 所以另外一個 再遠一點再大一點 如果大家未必接觸到動物 不如去查大自然 大自然其實也是另一個媽媽 它是令到我們可以繼續生活 令到我們可以繼續生存 我們每個生得這麼好 都不得不依賴它的滋養 所以我覺得 如果一個朋友在她的成長經歷 真的未必有很多愛的 用其他的途徑感受 愛的傳遞有很多渠道 我想跳一跳 我可以 因為我要取少少男性能量 出來就是理性 因為剛才無限講了 大自然講了 我想聽今集的觀眾們和我 有些 Action Point的Tips 大家可以拿走的 第一 如果是Persona 因為攬無限的時間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愛的賀爾蒙 Oxitoxin 要科研的自己看回NIH這篇 就是狗、貓等等 好了 然後 自己可以攬自己 是的 特別壓力大的時候 攬自己 原來是可以降低我們的Cortisol level 我們叫做皮質純壓力的賀爾蒙 因為要令到愛流動 是要先減壓的 是的 第三個就是去攬樹 這個現在已經可以做的 你已經攬著愛 是的 他就攬著你 譬如我知道我沒有 小時候攬著我兒子 雖然現在他也讓我攬 是的 有人攬就攬別人 有樹就攬樹 踩泥啊 去欣賞一些很漂亮的花 就是這些都是協助我們 還有另外一樣東西 陰性能量是不會急的 嗯 啊 耐性 Patience 父母有沒有耐性 在那裡有學到一些東西的 啊 你有沒有見到大自然急的 就是那時候 小時候都要學一些成語 那時候都要幾四至尺 就是有一句很記得的拔秒助長 一真的那個老師去釘這一句 真的拔起一個植物給我們 然後我 那時候就馬上有少許 trauma 但是挺好久的 就是大自然是不會急的 如果大自然是不急的 那我經常都要問自己 我們為什麼這麼急呢 是啊 陰性能量如果很平穩 很穩定的 是不會 啊要趕著啊 哇很急啊 是會很trust 很信任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會聽我們的直覺 我們會連結到身體的需要 所以這刻沒有時間去行動 我就不去行動 是啊 陰性能量是滋讓向來慢 還有耐性 耐力 這都是陰性能量 就是我叫健康的 就慢慢會產生的 我立刻想起一個挑戰 不好意思 你們一講的時候 我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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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那些父母在小時候 就經常說 去上學啊 起床啊 那一刻 我爸和媽媽 那一刻啊 OK 就沒有了這個女性能 那他就學了要急趕 那會令人很大壓力 所以那個 現在我看到一些很新模式的教育 就是教育制度 其實不是 就是早上 哇 六點已經踢你下床 七點已經要逼你出門口 八點你要回到學校 其實現在的模式很多都不是這樣的了 就是真的多點尊重 過小朋友 不同小朋友身體的需要 例如小粉起教學都會講的 就是 例如projector小朋友 新生者小朋友 就是每個小朋友都不一樣的嘛 嗯嗯嗯 就是這個 這個平衡 這個尊重 或者看回那個小朋友個人的能量 我覺得很重要 我們要不要講一些 剛剛講了很多正向 就是如果平衡陰性能量的狀態 嗯 不平衡的 我們都講一點 失衡怎麼辦 失衡怎麼辦 失衡通常有什麼 TOP 5 你見過 你見過個案 那麼多 失衡的TOP 1 一定是操控 操控 很想去控制 這個是 所有的結局 這個是 不夠陰性能量 而用著 陽性能量 的一個結果 操控 還有呢 首先等一下 我想問 操控那個人 他會否享受自己 操控 他操控的時候 他應該覺得自己享受 是啊 因為他想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所有人都聽了他講 嗯嗯嗯 但是當 就是密極必犯 當他做得太過 誇張的時候 就是 他周遭的人 開始頂不順的時候 他不能夠 操控 他就會很痛苦 嗯嗯 因為一些事情 他不可控 他一直都是可以 控制一些事情 現在控制不到的時候 那他就會抓狂 他越抓狂 周遭的人 又會更加走遠 因為我記得 有本書 阿蘇可能你也聽過 台灣作者 出叫 武愛創相 你一講的時候 我有看 他其中一種 描述 有一種媽媽的能量狀態 就是操控型母親 嗯 我們不是說媽媽 我們是說那一刻 那個人那個狀態的能量 如果是失衡的話 就是 你們全世界 全國人都要聽我說 我是女王來的 但是不止媽媽的爸爸 都可以是這樣的 我當然 爸爸都可以 女性能量不夠的 是啊 可以的 跟男女沒有關係的 跟我肉身沒有關係的 還有呢 還有是濫暴力 濫暴力 是的 就是 大家不要說話 就是你認錯 你不認錯的話 我就不理你了 不理你了 嗯 很多事情都不允許 或者 這個不給 那個不給 是的 不找他 什麼都不給 不給他做自己 另外就是很多的批判 就是 只是會覺得對方 你做所有事情 其實都是不適合 你不適合我的心意 沒有達到標 或者是 另一樣就是 很沮喪的就是 好像我很努力也好 為什麼我拿了95分的 你不是去讚我 而是你是問我 咦 還有5分呢 為什麼你拿不到100分 為什麼你這麼不小心 這些都是過度使用男性 我叫陽性能量 即當陰性能量不足夠 是的 愛同志的不足夠 他就傾向 不如用另一邊 用力 因為剛剛所說的 這些情況 全部都是強勁用力 即操控要力 是的 你去要求 小朋友多給5分 都要用力 要求是一個 不是跟著流動去做 即是女性能量是跟著流動的 哦這刻 95就是95 90就是90 外面所有東西都有升有跌 為什麼成績不可以有升有跌 這次剛剛你講了一個 就是父母與小孩子的Dynamic 你一講我就反而 你明明今天講了6點鐘 在樓下節目下班 為什麼你5點半都還沒到的 這些就是 一些我叫不平衡的陰性的部分 是的 這些也有很多的 這些電視劇都拍到不拍 嗯 好了 那Top1講了 那Top2和Top3呢 剛才講的那些已經是有一個很 就是很commonly 會聽到在客戶的成長裡面 在媽媽那邊的一些影響 婚姻也有 或者很專制 就是那個女性的能量 那個她不原諒 原諒 我聽到很多的個案 就是 這個我是很心痛的 就是很多時候 父母離婚 可能很多時候 小朋友是跟了媽媽 但是 媽媽對爸爸的關係 對爸爸都仍然是有很多的意見 怨恨 或是怨恨 沒有做怨恨 所以就不讓小朋友去見那個爸爸 很多時候有些客戶是說 他結婚的時候 其實他爸爸是沒有被邀請 如果這個爸爸還在不在生 其實他們是不知道的 嗯 所以這個也是令到他們的成長 他根本也不知道 如果爸爸很早缺席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其實一個男人應該是怎樣 因為女生怎麼去學 男人是怎樣 其實是奉他爸爸的 女生怎麼學了一個女人 就是奉媽媽 但是如果爸爸在家裡很早 其實他已經沒有了那個角色 或者他只是離開了的時候 他根本也不知道 應該是 男人應該是怎樣 當然這可能也說 他會影響他將來的婚姻 因為他和他的伴侶不知道 怎樣去相處 也有時候 如果他們在家裡 譬如爸爸媽媽他們的關係 這樣很緊張的時候 也會令到他們 就是好像死了 如果我愛媽媽 那爸爸就會覺得 爸爸就不開心 如果我愛爸爸媽媽又不開心 那如果他很久 他經常都會被他們兩個 這樣拉扯他們的關係 這樣拉扯他 他很容易會有選擇困難症 就是當他長大了的時候 因為我也不懂得選擇 我選這個 那個人不喜歡 我選那個 另一個人不開心 尤其是如果分開了更加 就是父母是離婚的時候更加 那你跟誰 或者是你疼誰 那這件事已經有 這個失衡 那個女性 因為他沒有了那個體量 沒有了那個 對另一方 就是我現在跟你不一起 不是愛的就是恨 嗯 或者是加排來講 就是把另一半 扣掉 就是 送走 就是撥了出去的話 那這個也是 就是實行 嗯 那你有沒有遇到那些個案 就是 就是都是一個 Wounded 受傷的女性能量 就是裡面 很欠缺自我價值 和很硬益 欠缺自我價值的 這個也有 就是在成長的時候 剛才有說 就是我從來都沒有被看見 沒有被讚賞 又或者是我來到的時候 我是被期望應該是一個男子 而我令我的家族 我令我的家人 失望 嗯 所以你會見到 有些的 尤其是如果他們 是有幾個女兒 我覺得我應該是兒子 而我不是 那我已經沒有了價值了 有時候他會假裝自己 剪到頭髮很短 嗯 或者就是做一個男子的角色 他就以為 我盡量做一個男的角色 我會很硬 總之男子是怎樣的表現 我也是跟著做 他就以為 這個都可以叫做 滿足到 嗯 有某一部份的需要 但是其實他 由他出生 這個男性 就是男性 成為了女性 已經剝削了他成為一個女性 因為我是錯的 我來到 但我又沒有被歡迎來到這個世界 因為我是女 所以我還做女性 不行 我做女性的話 可能就不會被人見到我 或者我更加沒有價值感 所以他就會逼自己 扮演一個男子 嗯 這些我也遇過 特別是 我的客人和我分享 就是 去到 可能 即加少少 我們叫做 外在的客觀環境因素 譬如某一個行業裡面 是可能很多男人的 嗯 是的 即我自己的客人 包括可能在 法律公司裏面做事的 或者在紀律部隊裏面做事的 是的 那就會再reinforce了他裏面這個信念 即是我在一群男人的圈裏面 我要更加厚 是的 沒有問題的 他在工作的層面 他很厚 是做一個男士的能力 用一個男性能力 但他有時是忘記了回家的時候 嗯 他要去更換他的角色 他要拿回他的女性能力 在他家裏做一個滋養的照顧的角色 但當你長期都是這樣 回到家裏都是這樣 即是 即是一個男人 即是一個男人 即是 是的 是的 所以我想說阿蘇剛剛所說的 就是如果健康 裏面真的療癒 然後啟動回 即是一些睡覺的部分 啟動回 一些能力流動回 其實應該每一個男性 或者女性 內在的陰陽能量 都可以很自然地流動的 需要用光陽的時間 光陽 需要用力量的時間 用力量 需要滋養的時間 我們會知道 因為我們會聆聽 我們會需要去用滋養 需要去照顧 甚至接納 甚至原諒的時間 這些都是一些正向的女性能量 我們會適用 所以其實我想提醒大家 今集呢 就算阿蘇在講很多威女性的能量 但其實是在講一個人裡面 陰性的部分 就算今集如果你是男生 或是男人 其實你都會適用的 只不過是 會適用的 男性都會很懂得滋養 第一件事 男性都可以很懂得照顧自己 男性都可以很擅長照顧毛鞋 男性都可以很擅長照顧小朋友 亦都可以很聆聽 我想未來是在講的 不是男性一定要很正常 鼓舞 當然啦 你在一個男性身體 你去用那個能量 應該是用得 理想的角度 用得是順暢一點的 是的 但我們今天所講的就是 在原生家庭 因為已經很多 我們上一輩 都未必會這樣用 甚至沒有這樣的知識 沒有這樣的療癒 所以去到我們這一代 的確是 多了一點 不能叫多一點功課的 我們來到 其實是想學習更加多的東西 等一下 我的腦好調 你在我描述的時候 我的腦裡面有浮 我可以告訴你 就是阿Brett 啊 就是我在我自己認識 很多的外國 就是我自己認識的 就是療癒師 都不乏男士的 是啊 那阿蘇你自己都看到 阿Brett 阿Brett是 他很柔軟的 所以大家突然想起 那個字 咦不是啊 男士男士 英文本身都叫 柔軟 有個柔軟在前面的 所以 但是很多人一想 柔軟 女生才柔軟的 OK 男人都應該柔軟的 那變了很多這些 舊友的一些 Stereotype 中文是不是 舊友 是啊 舊友的一些 男人應該怎樣 女人應該怎樣 去到現在這個時代 是應該我們自己 去調整裡面 自己是怎樣 而 我覺得阿蘇在做的事情 很好 就是協助我們去連結 裡面的部分 那一盒音性能力 多點 那一盒音性能力 多點 重點是 兩東西都適用 兩東西都平衡 那我想追問 我想追問 那有沒有這些男士去參加 這個女性能力工作方 對我來說 沒有 因為原因是 要打破一下 我們有子宮療癒的 這個步伐 哦 那子宮療癒就真的 不是男性 沒有關係 是的 因為那個子宮 不只是療癒自己的子宮 會療癒我們的女性祖先 這個 因為我媽媽是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 好主持的媽媽 那所以 在我成長裡面 就是這麼多年的學習裡面 我都不是說很 斷攬斷媽媽那邊的 我是斷我老爸那邊的 剛剛阿蘇說 療癒子宮 但是不只是我們 還有我們很多 很多代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很值得之後 再去探索 探討 其實有很多的課題 其實是我們基因裡面的 最少七代 我們持續了七代的DNA 至少 是的 你想一下 在七代發生過什麼事 就是你有戰亂 有饑荒 有很多不同的大的事件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祖先他們 有這些經歷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無意識 會 會 近來這個月 其中一個個案 就是要開《Time ever》 真的是七代 是 那部機器顯示到 那個能量 沒有是 就是媽媽婆婆那邊 被羞辱 被羞辱 是很深刻的 很深刻 是的 我記得有一次 很多年前 我記得封sir做過一個團體排列 就是個女士 就說她覺得她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情感的流動 那時候就很有趣 可能她這麼直覺 平時很少會逐代逐代排 但是那天真的 她的媽媽那一代 婆婆 太婆 總之排了七代出來 全部 代表出來都是《Frozen》的 都是沒有感覺 沒有任何的東西 然後排到差不多第七代 的時候就找到 因為她們的家族 那時候 除了開大煙館 也都是有做那些 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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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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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事業 古代的黃色事業 是的 因為她們通常是在一起的 這兩個生意 通常是做大煙的生意 通常都會做 哦 真的真的呈現了出來 所以就是這麼多袋 都是《Frozen》 《Frozen》 《Frozen》 另外我想問 不可以有一個中性的打扮 之而此類 如果我們拉闊 在一個叫做《Cultural Trauma》 那樣東西 我突然不知為何想起 Chanel有一個中性打扮 你以前是 有一個叫做《Stereotype》的女性 一定是怎樣怎樣怎樣的 是的 但是當然你去到現今社會 就沒有這件事 就是中性打扮 男性打扮 之而此類 只不過是陰陽 是的 所以還有很多話說 雖然今天沒有特別 我們提到男性能量 那下一集 就是說一個這麼大的能量 你如果用短短四十分鐘 四十多分鐘 我覺得是不足以的 就是今天我們開啟了女性能量 那個 還沒說完 是的 又有觀眾請問 可以說內在青年嗎 沒有人說內在青年 我也覺得值得說的 因為內在小孩 內在小孩就很多 但是青年就很少有人看到 嗯 這個要說 那因為沒有內在小孩 沒有內在青年 是不會有一個健康的內在成人 成人 是的 所以那個部分很重要 那之後再約阿蘇 就是我們再談談男性能量 的呈現 健康和不健康版本 那有些朋友都會問 其實怎樣開始做療癒 即現在關係真的看到一些狀況 怎樣做療癒的 那阿蘇呢 她在Facebook有一個項目 因為有上次的觀眾問 叫做香港家庭系統排列 排列協會 對 定期阿蘇都會舉行一些 不同的課程 包括有些理論班 也有一些真的做療癒的班 我知道6月22日 阿蘇也會做另一個 女性能量的工作方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找阿蘇的項目 然後去問多些問題 去查詢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開始來的 還有大家都要非常開放 因為剛剛也聽到的 就是那個療癒的層次 其實很深 有淺入深 淺就是講這個 我們現在這一輩子 深的講很多不同的歷代的祖先 這個地面很闊 很闊 所以在療癒的過程 都要請大家保持一個打開 是啦 信任啦 甚至還有一個耐性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問 我什麼時候 是不是可以立即搞得到 我現在和伴侶關係不好 我想立即搞得到 這個是一個 很深的 很深的旅程 尤其是現在的能量 是很支援我們 去做一些很深層的療癒的 但在這個過程的期間 我都邀請大家 是給自己耐性 給自己耐性的過程 去自然地去打開 是的 我們如果那個能量 是斷了一段時間 但也真的很難一次過 將冰山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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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的水喉 我用一些再貼地的字眼 你曾扭到幾一年扭零 你沒有搞那些喉 現在重新搞過 你起出來的那堆東西 就得到 是的 是的 謝謝阿蘇今天和我們聊天 我們下集希望可以聊到男性能量 我們男女性能量兩邊都有的 下集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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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